路口惊险直击 在高雄原处十字路口 疑似是转弯车没有礼让执行车 两车碰撞 其中一部冲向了路旁的早餐店 让店员当场吓坏 另外是在屏东有一部大货车 煞车失灵 开下交流道之后 先碰撞了停在超商的停车场的自小客车 接着又冲到了对象的路旁才停住 早餐店外即时准备离开 正要发动 旁边一波黑车突然撞过来 骑士吓到跳车保命 座位区首当骑冲 好几张桌椅被撞喷飞 黑车哪里来 原来先在路上与白车碰撞 力道猛烈 白车转向冲路口 黑车则是撞进路旁早餐店 整辆车卡在骑楼 车壳零件喷飞四散 车牌也撞掉 他们在这边 那车子不安过来 可能错手不 带东西收心 那里吓到了 女店原木及有车撞进来 当场吓哭 车祸发生在一早八点多 这一撞两台车驾驶 手脚擦错伤 黑色要左转 白色先撞到他的车头 撞到车头 黑色就撞到我的店 57岁黑车驾驶要左转 恐怕涉嫌没理让执行白车 详细造势原因 警方厘清 破级早餐店 好在户外座位区 当时没客人 转往屏东 大货车一路冲 很跨车道 疑似刹车失灵 驾驶下了长治交流道 先擦撞停在超商的 这小客车 再滑到对上 一直滑行到逆向 停下来 大车压过来 惊险一瞬间 好在美人受伤 记者综合报道